歡迎四位專家 便秘聽起來 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有這樣經驗的話 你就會知道 它有時候也會生不如死 那卡在中間 上不上下不下的 或者是呢 你已經一個禮拜上不出來了 肚子變得很大 那這個時候呢 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先請教一下四位專家 我們的益生菌專家 益生菌博士 蔡教授 請問你有便秘的問題嗎 我滿麻煩的 我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喔 因為我是比較 有點反而傾向於輕微的腸躁症 所以我有時候會反而傾瀉 拉住自己的 但是幾乎沒有便秘的經驗 而且我也不太可能便秘 我吃那麼多益生菌 說得也是 好 伊莉 但是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上班族 然後他禮拜一到禮拜五 他都很順 原因是因為他早上 他都來一杯大杯的咖啡 對 所以他只要喝下去之後 他說大概早上 他就會把它解決 可是他只要六日 他就排不出來 因為他沒喝咖啡 對 因為六日幾乎都在休息 所以他就沒有喝咖啡 所以他長期就是平常日很順 可是假日就沒有辦法上出來 然後有時候他一休假 他如果都沒有喝咖啡 他就上不出來 所以他基本上已經仰賴那個咖啡 對 所以他 但是咖啡 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有效對不對 對 但是對他來講 他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他說如果是咖啡加牛奶 又更有效 對 可是他這樣其實是不鼓勵的 因為他是養成一個病人是說 你必須要去依賴這個東西 然後去讓它排便 所以他其實還滿慘的是說 他只要一天沒有咖啡 他就沒有辦法 OK 那素欣姐呢 我是我們那一群裡面的異類 其實你們剛才講 就讓人家覺得台灣的人 好像非常的順暢 不是 如果遇到我的朋友群 你們就知道台灣人的場子 一點都不順暢 我是我們裡面少數 完全沒有這個困擾的人 我的朋友圈他們已經瘋掉 你知道嗎 他們可以團購什麼 比如說團購人家什麼人參組 有沒有 就是一罐一罐 都是吃了什麼酵素什麼 在路上店 看到人家開始賣什麼酵素 就衝進去看說這個 然後就開始說 跟那個小姐討論 你這個真的有效嗎 我跟你說我之前喝過什麼 可是真的都沒有用 只要看到這一類產品 他們都會去買 甚至買什麼減肥酶的 然後去什麼 人家很有名的茶店 去買什麼那種叫做超級火焰 或分月 你知道他們都... 然後他們彼此之間都... 就是如果你去那個很有名的茶店 那你跟他說 我想要買超級火焰或分月 或者分月二代的時候 小姐就會用很... 我很瞭妳的眼神看著妳 我知道 然後就去 因為那據說是對這些 真的很不順暢的人 有些人吃的會非常有用 但是他們多嚴重 我有一個朋友他說 他會有這個問題 是因為他本來有 刃馬桶的習慣 他說他就是只要他覺得不乾淨 他就不敢去上 所以久了久了之後 他就越來越不會上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他很奇怪 他最近非常非常困擾 因為他大概平均都一個禮拜 才上一次 他就說 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也有喝水 他也有吃菜 他本身很瘦 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說 而且他越用 他就是屬於那種到哪裡 都會問你這一瓶酵素好不好 因為他真的他說 我說你幹嘛一直買 他說因為我已經一個禮拜 可是他平均一個禮拜才一次 他吃這麼多 他有變出來嗎 他吃其實很少耶 但是你說他到處去吃酵素 又吃這個 又吃火焰什麼的那些 我跟你講 他們用火焰 他們不同的族群 有些人用火焰有效 有些人用酵素有效 有些人用什麼 像最後 我說一個禮拜才一次這個 他最近期 他幾乎都是用晚腸劑 他說他真的 現在已經到那種 沒有用晚腸 大概變不出來 平常吃東西吃太少了吧 他吃太少 他質量非常的少 對 這也是個問題 為什麼喜歡我們推說 我早上上廁所 因為早上你肚子空空的 當你把一口水 牛奶 還有食物吃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引起所謂的進到胃 然後胃就告訴你的結腸 我們的生結腸 我站起來可以嗎 可以 生結腸 橫結腸 降結腸 然後脂腸 平常我們大便堆在這裡 當你食物吃到胃的時候 胃就會告訴結腸 引起所謂的胃結腸反射 然後就開始把大便向下壓 又壓到直腸 直腸接到大便以後 它就回來告訴你整個結腸 就開始 這叫直腸結腸反射 然後就把大便壓到你的直腸去 直腸這個時候就告訴你的大腦 所以你應該去上車 這叫便衣就出來了 這就是便衣 然後直腸就開始壓 橫膏膜就向下 然後就你的那個 其實我們本來直腸跟膏 有一個肌肉把它勾著 成了90度角的 便衣來的時候 它就鬆掉 就變成差不多120、130 這樣可以滑下來 你就應該去上廁所 你不去上廁所的話 這個感覺又沒有 又回來了 所以便衣就是 就是真的是 你要尊重它 不尊重它的話 它就跑掉了 剛才講了很多說 當然便秘在中醫上 可能分化不太一樣 我這是比較簡單的一個分類法 舒緩型的便秘就是 剛才不是講說 反射過來了嗎 然後直腸告訴你結腸說 結腸老兄拜託開始運動 這個蠕動不見了 這就叫做舒緩型的便秘 這個力量就沒有掉 所以這種人就是 經常不運動 年紀大了 身體衰弱 所以看到那個 蘇星姐講的那個 我們應該叫你蘇星姐 蘇星姐講的那個 那位瘦弱的 很有可能就是 都沒有力量 都沒有力量 這叫舒緩型便秘 有些人是直腸型便秘 就是明明大便已經到直腸了 直腸沒有反射去告訴結腸 去告訴大腦 那個反射不見掉了 它就變成直腸型了 都…每天都不想大便 沒有便意了 這就是一個問題 第三類就是緊張型的 就是縮了 整個縮就… 縮起來了 就不行了這樣子 大概大便是這 大致分作這身便秘 因為我想說你吃一口飯下去 除了咬嚼以外 還有你上廁所那個動作以外 從進去到出來 都不是你控制的 都是身體自然去控制的 應該是順順…的下來 有沒有一個數據 可以跟我們講說 我們上廁所大概幾分鐘 是一個正常的數字 這邊眾說昏雲 像我是比較… 我應該講這個 因為我要做模範 我是比較想說上廁所 我上廁所會看失誤 其實我們講真的就是 我認為是大概三分鐘就應該要 速戰速決就對了 對 不已久了 有人講話是 你當你真的不行 不要再撐 你越撐 越撐的 你就寧願出來 可是這樣也不對 他就努力 就不知道醫生怎麼會 羅醫師怎麼講 羅醫師 你看中醫便秘的類型 大概是什麼樣 中醫的便秘類型 我們分成大概是 還有食熱型的 還有一個是 痰症型的 氣虛型就比較有點類似 像說我們講說 舒緩型的這種便秘 它其實是腸道比較沒有力氣 通常大概是老年人 或是一些孕婦或是小朋友 比較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是你的乳動 腸道的乳動不足 導致說你那個力氣不足 所以他像這樣的人 他不需要吃到什麼 軟便劑之類的 還是要稍微幫他補氣 補氣腸胃的氣足了 其實排便就會順 另外的那種食熱型的 就是大家比較常常知道說 什麼嘴巴乾 嘴巴苦 然後大便會洋便的那一種 就是大家都知道火氣大 火氣大有可能是 你水分喝得不足 或是吃一些 燥熱上火的食物 也可能吃了一些那種 辣的食物 或是咖哩這一類的 或是咖啡這種 比較容易會有那種 上火的情況 另外一種講說寒性的 寒性的話 通常是體質比較虛寒 它排便不見得是說 很多天沒有排 而是它排那個 殘便感比較嚴重 然後它大便大出來 可能是稀稀的 然後那個肚子的話 常常會有一些那種冷痛 一些腹痛的那種狀況 所以我們中醫來講 大概是便秘大概是 分這三個整形這樣 所以經常便秘的人 是不是代表身體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經常便秘的人的話 除了我們一般講說 飲食上面的問題 那我們還要考慮 它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 疾病造成的 那像疾病的方面 它也有可能是一些 內分泌失調的狀況 像是甲狀腺的低下 它可能就是以便秘這個部分 會出現 那當然會有體重增加 跟水腫的這種情況 所以有些人 他如果同時有這些症狀 要考慮是甲狀腺的問題 那像有些的話 就是像什麼 巴金森氏症的早期 它也會一些憂鬱啊便祕 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簡單的一個便祕 可能大家都會有 那你要去想說 它背後的問題 背後的問題 或者說有些吃藥 有一些吸藥 它也會造成有一些便祕的狀況 像是一些什麼血壓藥啊 或是抗力尿劑啊 或是憂鬱症的這些藥也有可能 所以其實便祕 如果經常性的這樣發生的話 對我們真的很困擾喔 可能心情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是 而且它常常 有一些行業型的差別 有些行業的人也特別容易便祕 比如說以前啊 那個 有一些直腸外科跟我講說 像他們常來像空姐 其實是一大族群 因為他們在第一個 時差 時差 第二個 其實非常的乾燥 就是說你在飛機裡面 常常覺得乾燥 所以當你水分都從皮膚增散 你身體裡面的水分 是相對少的 然後因為他們時間又不正常 不像大家上廁所那麼方便 所以他曾經跟我說 有一個案例是 每次一下飛機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找醫生灌場 所以就很慘 因為他自己根本幾乎搭不出來 因為他時間都太不固定了 另外一個呢 像駕駛員也是 像他們之前有一個醫生跟我說 他開過最嚴重的一個 是一個公車駕駛 他說公車駕駛 後來真的去開到的原因是 他那一次已經一個月沒有上廁所 一個月 所以我們可以承受一個月沒上廁所 他一個月沒上廁所 但是你知道嗎 那個醫生說他開他的時候 他的大腸有多大你知道嗎 他說他大腸就像女生大腿那麼粗 對 然後他說因為他又擔心說 那樣的味道會影響他的整個手術室 所以他當時非常的仔細 他把兩頭先夾好 非常謹慎的夾好之後 把它切掉然後吻合嗎 然後他說誰知道 他的那個新的菜鳥的 那個住院醫師很笨 他居然笨到在那個 他的手術把他打開來 因為他叫他整理後半小時 不是大醫生做完之後 就是你接手對不對 接手完之後他整理的東西 都不早要打開 他說我那間手術室 我有整整一個禮拜不用他 沒有 他說但是這些人有時候是 就是剛才羅醫師在講 他們有些其實是腸已經有實質的病病 就是他們有神經 他的神經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他根本即使那麼大 他沒感覺 沒有這樣的感覺 他不會去逼迫他 對 他的腸子不會去說 感受到裡面有這樣的變異 不會去刺激 上上下下都不會 所以他可以一個月已經大到 那個樣子還在這樣子 天啊 所以便秘最嚴重會出現什麼時候 我剛剛都講了說 應該是這樣90度下來 然後要大便的時候 他會搭直下來 可是有些人就是 他根本就是大便多的 衝到這邊來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 這邊是你的高門